大家好,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 最近有几个小伙伴跟我发你了一个问题 他们说在家里面大家现在看的都是大屏幕的显示屏 但是时间一久了以后上面就会积累很多灰层 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把上面的灰层搞干净 就拿了一块湿布要沾了水就擦了起来 结果不擦好一擦 屏幕就会有那些花纹在播放电视的时候 就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 而且有那种闪光点 他们说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 希望我能找到好的方法 不要再让别的小伙伴再拿湿毛巾去擦显示屏了 好,我经过几天的整理终于找到了非常好的方法 用什么东西来擦比较好呢 第一,高度白酒或者是酒精 记住了,用一个喷瓶装好酒精或者高度白酒 就在喷在屏幕上面 然后再拿毛巾去擦 这样的话,白酒和酒精挥发的非常快 就不会给屏幕造成省伤 第二,白醋 白醋的出物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而且的挥发也是非常快 同样是拿一个瓶,同样喷洒在屏幕上面 再拿毛巾去擦 这样不但擦得干净 而且的话又能对屏幕起到保护的作用哦 好了,今天的小窍门就分享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我说的视频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吧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